好回到蓝轩时间 又到了每个礼拜五 我们的青春作伴单元 在今天的话呢 青春作伴单元呢 邀请到一位呢 很特别的 有珠宝诗人之称的珠宝设计师 那我认识他呢 其实我们刚刚还在聊天 认识他十几年了 快二十年了 但是呢 一直没有机会邀他来聊天 是因为因为我们节目 并没有那么的华丽 讲到珠宝 那我自己对珠宝 也没有到那么的有研究了 那事实上我一直知道说呢 他对珠宝设计来说 游戏经文那么多年的累积 就越来越受欢迎 而且呢 他每每会为他的珠宝设计 写一首诗 或是写一篇文 那这些诗跟文呢 其实都非常的有味道 也让他这个珠宝设计 感觉起来更有他的一些深度 或是他更有赋予他一些 比较文学性的 艺术性的一些阐述 所以呢 喜欢珠宝的人 就是特定有一群人 就非常的非常的死忠 跟着他 他是曾玉文 那现在因为呢 嗯 这天之间他出了一本书 这本书呢 纪念他自己呢 珠宝设计 也是走了一段时间啊 他叫做57加1的钻石人生 就57加1呢 讲的是他的岁数吗 还是讲的是他的钻石的颗面呢 讲的其实是人生故事 所以很开心的今天邀请到 玉文到我们的现场来 哈喽 玉文早安 早安早安 蓝轩早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对我刚这样讲 我才突然想起来 57加1不好意思啊 讲的是 我知道你在讲钻石颗面有57面嘛 那这跟岁数有关吗 就那么刚好 刚好是我的岁数 真的是吗 当时完全没想到 哦 OK 所以也并没有说 非得要在今年初 但是就碰巧是你57岁 对 刚刚好 你真的看不起来不像57岁呢 我练气功练了20几年 做珠宝世纪做了20几年 30年 已经30年了 所以今年是30年 是 所以我刚讲到说 所以事实上今年有点像是一个 某个重度的盘整 所以你做了一个珠宝世纪做了30年 你人生走过了57年 然后在这个时候 做一个比较纪念性的 我后来因为 因为这个玉文出了这本书的关系 他也办了一个展 那个展很精彩 所以那是我第一次 刚好想说 因为过去没有一直follow你的作品 你想说你是个回顾展 我就一次把你的作品看完了 是真的很棒 是真的很棒 那尤其中间当然有些故事了 那我们待会儿一个一个来聊 其实也很可怕 一晃年就30年了 对 因为我当时也没想到 自己会进入这个行业 所以大家如果去看我这本新书的话 就知道我就是一夜之间 就就是变成一个珠宝店老板娘 然后从零开始什么都不懂 然后就慢慢学习 我就常说我常被客人骂到哭 刚开始的时候客人进来 问我这个多少钱 这个是什么材质 我通通都不知道 因为完全是一个意外了 然后就开始学习 然后去上课 那就这样子 没有想到到今年刚好 进入第30年了 对啊 就栽进了这个珠宝的圈子里面 然后一开始像是个珠宝商人 然后后来变成一个珠宝设计师 其实在当天你的那个展的现场 我忘记我是听到那个 前文经会主委陈玉秀说吗 还是另外一位来宾致辞的时候讲到说 你是台湾阿信 我那时候突然间觉得 这真的是我认识的曾玉文吗 因为每次都把自己这个打理的非常的好 而且你从事的行业让大家觉得 哇 这个光亮璀璨 然后呢又那么会写文章 又会写诗 很有艺术气息 但是就像刚才玉文讲到的 就是说你一开始会成为珠宝商人 会开了珠宝店 其实因为你嫁了一个老公 但是你嫁了一个老公之后 坦白讲我觉得你知道还蛮坎坷的 我要讲的重点是这个 我这次30周年 其实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 譬如说像蓝轩第一次 我们认识那么久 这次有很多很多像你这样子 认识我很久 可是第一次来看我珠宝展 真的好 真是不好意思 不会不会 我觉得很好 因为可能大家都会觉得 这个世界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 可是我觉得你们这次来看完之后 其实可以感受到说 对 没有感觉 对 我只是想要跟大家share说 我们可以好好的过我们美好的生活 而珠宝是我们美好生活的一部分 它也不是都一定是那么的昂贵 或那么有距离 那其实它有更多是情感的纪念性的 或者是说一种记忆的传承 我觉得那个东西这次的展览 有做到了 那另外是很多朋友 就像刚刚你说的 透过这次的书才知道说 原来我曾经是台湾阿信家 曾经是所以现在不是了 走过来了 当时实在是没有想到 就是意外开始变成一个珠宝店老板娘 然后什么都不会 那当然是受就是很多的挫折 然后从这个很多很多 带了三个女儿 我觉得这是很辛苦 所以就像刚刚玉文讲到 一方面我们待会要聊 就是说它的珠宝设计 我觉得真的是很有故事性 也很有它的设计感 我们可以来聊聊 让我们感受一下 先不管它的价值多少 来做一个欣赏的角度 一个就是说一个女人的人生 我觉得一个女人人生来说 你虽然是经历很多 一方面自己创业 但是你是单亲妈妈创业 然后带着三个女儿 所以呢 我看到你书里面讲到说你最 好像是梁吕珠在帮你写序的时候 就是讲到说他很久以前 因为那时候你状况比较不好 在低谷他去看你 他说你住的地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寓啊 你怎么走过来 那个时候状况最糟的时候是怎么样 那个是其实吕珠帮我写的那篇 是很很感人啊 大家很能想象 我是我的店是开在东区最热闹的 那个珠宝巷 整条巷子都是珠宝店 对很有名的珠宝巷 可是为了省钱 所以我们是住在珠宝店的地下室 那一般来说当然这样最好嘛 又可以就是照顾到家 照顾到店 但是其实那个情形是 那个地下室 你们打开出去就是这栋大楼的停车场 然后再拐过去呢 就是那个荣民伯伯呢 他我们那个大楼管理员荣民伯伯 就那边搭了个行军床 那其实旁边呢 就是挂满了这个垃圾袋这样子 我的书里面我不敢写了 其实更恐怖的就是老鼠蟑螂 跑来趴去这样 所以你知道在那种世界当中 你是其实是真的活的是两个世界的 你一方面是最光鲜亮丽 是呀一般想象出哇珠宝店女老板 对然后为了省空间 其实我们那个楼梯是几乎是 将近垂直的这样子下去地下室的 为了省空间 我觉得那个大楼的设计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李珠那天去看我 一般来说很少会下到下面 他去看我那次可能是因为我刚刚升完老三坐月子 我没有上来楼上的店面 所以他才有机会下到地下室看我住的地方 他真的是下到了 所以其实他帮我写序的时候 我不知道他会把这段写出来 我自己都忘记了 你走过了的人生就是那大概多久之前呢 就是当时开店的时候啊就是二十几年前 二十几年前我自己都想说我真的是选择性失忆 因为我几乎想把这段回忆大概是抹掉吧 就没想到李珠把它写出来 我想对我曾经过过那样的日子 不过也过来了啦 因为他就很不简单 但是因为你店也开了 我又开玩笑说孩子也生了 一定要把他们照顾好嘛 因为我觉得孩子他们其实没有什么办法来选择他的父母 对不对 那父母的状况是这样子 那还好就是说我们不是因为感情的关系 是因为价值观 还有我这个我的那个前夫都叫 我就叫他台湾的马可波罗嘛 他很有这个犯险 冒险犯难的精神 但我就说他的梦想太伟大 我追不上他的速度 所以最后就选择说 那我照我的方式带小孩 然后你照你的方式去做 大家就是因为我觉得当母亲的人 你不可能孩子不确定的未来 那个感觉很恐怖你知道吗 对所以我就下定决心说 好那我们各自用自己的方式努力吧 OK 但为了用各自的方式努力 然后在带这个小孩的过程当中 他在经济上面 他都没有给你任何的资源吗 我的意思说你一个女人可以带小孩 然后把三个小孩子 现在都已经拉拔长大 我那天在现场还有看到中间 帮忙你做策展啊什么的 真的很很棒 但是当年你还可以追求自己的梦想 很不简单的 对就是孩子的爸的那边 其实在我们开店的时候 给了我们很多经济上的帮助了 然后卖了好几栋的房子 那他卖了好几栋房子 对就是我的 那你不是说要很多房子可以卖啊 其实我的前公公婆婆跟那个 孩子爸那边 其实之前的经济状况并不是不好的 只是说我觉得了 因为不懂得理财嘛 所以他就会变成说 朋友跟他说这个可以赚钱 然后他就有兴趣 他就去投资了 然后这个可以他又去投资了 所以永远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做什么 你知道这个东西是很可怕的 就是永远你都不知道 他现在回来又一开了一张支票出去 然后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那个支票到齐了要兑现的 对吧 那你永远都是活在一个 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样的状况下 所以那时候我才依然觉得说 不行我不能再这样下去 我不要再买呢 零都没有关系 所以说我说我把那个债务还掉 那一刹那真的很像是浮出水面 呼吸到空气一样 你知道吗 就觉得哇真的没关系 只要是零我都有办法是一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 我也很感谢我的前公公婆婆 其实他们到现在你看 三十几年 他们家的人没有一个人大声讲过话的 就是那边的他们家的教养是非常好的 那当时他也把很 就是珠宝都交给我嘛 只是我那么辛苦 是因为珠宝不能保证换钱 所以我才得去捡很多的菜 赚很多的外快嘛 那女儿的学费每个月要交吧 那没有办法嘛 所以很多我就说 我的斜杠人生是不小心被斜杠的 但是像那个不小心被斜杠出来的 曾玉文 他开始去学珠宝设计 然后去试着替珠宝设计 用自己本身的这个才华去写了诗 让大家觉得说这样的一个珠宝本身 更有一些深层的意义 而且他是台大历史毕业的 所以呢 他在这个珠宝的过程当中 也爬出了很多的历史啊 所以那个人文的深度 就来得更加的勾人了啊 那我觉得这个人生其实走过来 真的还蛮不容易的 我们休息再回来聊 好 回到来训时间 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这个珠宝诗人 曾玉文来聊天 他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做 《57加1的钻石人生》 打磨出自己最好的样子 所以钻石对你来说 事实上真的就是你的珠宝不只有钻石 但钻石对你来说 事实上走到这个年纪了 就特别有意义 对不对 因为你刚刚讲到其实经历过这么多 真的是还不容易 回过头去看我的五级年书里面 就只有感谢 我觉得很很难得 这个心态是怎么样子的走过来的 有一路都这么的坦然吗 还是说其实真的有很 觉得很苦很怨对的时候 因为我看到你在里面 你还甚至就是要去学珠宝设计 因为你本来只是开一家珠宝店而已 但是为什么突然之间想到说 你要去自己设计珠宝呢 对刚刚开始其实只是 商品的贩售嘛 然后比如说有很多人 他就会香港的啦 他们就要跑大陆的 就是说来批发东西给你这样子 可是我在看这些款式当中 我自己当然也会学习嘛 那就有一天突然有个客人 就拿他的旧东西说 要我帮他重新设计 然后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胆量 我就说好那就来试试看吧 所以我帮他设计完之后呢 我就在书里面说 我就看到我那客人眼睛中闪出那道光 这样子就是那道光 闪到他也闪到我了 所以那时候我就突然觉得说 设计这一块才是我真正有兴趣的 然后也许我也可以有点发挥这样子 就没有想到就真的 后来我就转型成设计师 那就做工作室 我不开店之后我就变成工作室 然后我就每年我就自己想一个主题 然后办一次的展览至少一次啦 对外的展览这样子 所以就也是一直就是找到了一个 我说找到你自己喜欢的东西的时候 他真的是会让你发光 然后你会找到你自己的方向 所以我就再去上珠宝设计 我说我那时候怀老三嘛 就是去上了三个月的珠宝设计课 我那个肚子都顶到那个桌子啊 然后后面才去上GIA美国保时学院 在台湾的分校 这个好像就比较比较上老间 不像是一般的所谓的什么在职进修 是要每天全天上课的对不对 对早上九点就要上 上到四点多五点钟 然后一个礼拜上五天 然后每天考试 然后大考小考 然后钻石鉴定上两个月 然后有色保时上四个月 前后六个月 那你就是心里要输了六个月 大概做不了生意 没有进账的 对所有的时间 所有的精力都要压上去 然后考试很难 不保证能考过 虽然可以补考这样子 所以考过的时候 大家是抱着哭 老师也哭 学生也哭这样子 所以在那个时候 事实上你已经 因为经营珠宝店 然后慢慢的打理自己 所以你债也还了 所以算是相对来说 孩子也比较 没有啊 你还在生孩子啊 所以那是一个什么状态 为什么让你觉得说 你可以六个月都没有收入 然后就决定要去念一个珠宝设计学院的课啊 嗯 我办完人间四月天那个展 其实反应很好 可是我自己觉得 我既然要成为一个 那时候当然是心里面下定决心 我觉得我要做一个很好的珠宝设计师 可是我觉得我需要更专业一点 我要再更精进 所以我那时候想 但是台湾珠宝相关的学校跟科系很少 那可是GIA在我们业界来说 它是被认可的 而且是国际认可的 我就想说 好那我下定决心 我要花半年的时间 把这事情完成 其实那个时候应该再还没有还完 但是我觉得 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就投资自己就是了 对不对 对因为它是一个被国际认可的一个 专业的一个凭证嘛 那我如果决定我要走这一行下去 我就要好好的把这件事情做好 所以也是咬紧牙根啊 我觉得很多事情在那一刹那 我书里面讲说 我当时同行还笑我说 那你这样你不做生意怎么办呢 那我们来上韩寿班好了 我说这件事情已经到现在了 一二十年了 应该那个是两千年的事情 二十年对不对 我那个朋友到现在连报名都没有报 就是说要讲上韩寿班 那个人到现在还没有报名 但是你就是一咬牙也就是念完了 就熬过去 后来看到这些故事 就慢慢真的可以体会说 人家说你是台湾阿信的 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回过头去看我们自己的人生 其实一咬牙也就过了耶 对啊 也不晓得当初怎么过的 可是就要有决心 因为在那个环境当中 你必须要让你自己要生存下去嘛 那可是我觉得我可以的 因为我确实对宝石我也很有兴趣 那我觉得那时候还有另外一个质疑 就是说那你学设计你干嘛去学宝石学 因为你又不做鉴定对不对 但我觉得我去上过课之后 我对宝石有更多的理解更了解 所以我在选材料的时候 我可以更放心更大胆 然后更专业嘛 那这样其实是三赢 就是说对消费者来说也是赢的 对我来说也是赢的 还有呢就是跟我合作的厂商也很好 所以其实它是好的 就是你自己一定要下定决心把它熬过去 才会够专业对你不只是从一个设计的艺术的角度去走 而且你是对宝石本身有所了解嘛 是对不对对 要不然宝石被骗的也很多吧 对不对很多很多 而且我我就是很喜欢挑战各种不同材质的宝石 对啊我的主食 像我其实算是很早很早在台湾 我就用蛋白石啊月光石啊 就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宝石 那如果你去学了这个之后 你对于不同的宝石就变成说比较能够去理解它的特性 然后去掌握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啊我们像有色宝石四个月看几千颗宝石 我们考试考二十颗 你才是看到你的花缭乱 二十颗宝石 然后每一颗宝石是十个答案 你要写两百个答案 一个答案错都不能过的 所以每个人都是吓死了那个半年 但我要讲说除了我刚刚有有特别可能强调了这个宝文本身那种够坚毅的个性 但事实上重点是另外一个它是是充满才气的啦 所以如果你没有这方面的才华 你没有这方面的兴趣 其实你不可能给自己那么大的动力跟热情投注在这里面 所以再回过头去讲郁文其实你台大历史系毕业的嘛 那其实这个历史带着你走是一开始走进了跟电影有关 跟台湾的就是演那个布袋戏的大师李天璐有关的 所以你是在电影里头 然后你去帮他写了他的回忆录吗 所以那本是你写的嘛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有点点跟文学艺术有关了 对不对 哎我告诉你啦 但是走到珠宝 爱到比较少许这样子 我现在都说爱到比较少许 你都算你爱到什么人 爱到孩子的爸呀 那个时候跟李天璐有关吗 没关 因为就是大二一开学就认识了孩子的爸 然后就这么年轻呢 然后他因为他大我九岁嘛 所以就穷追猛打 就是一直想要把我娶回家 然后我就开了笑 他那时候已经在非洲做生意了 他其实我就说他其实是一个也是蛮特别的一个人 然后就是我就记得那时候在台大女生宿舍 我的那个信箱 always会塞满信 然后最特别那个信就是他的信 因为他从那个很遥远的非洲寄回来寄到台湾的时候那个信封其实都已经烂破破烂烂的然后贴满各种不一样的邮票 就这样子寒暑假就这样飞回来这样子 然后一直等等到大学毕业 然后就赶紧订婚 然后订完婚十个月赶紧结婚 那是我的大学教授 你毕业就结婚 对我一毕业就结婚了 然后大学教授就很生气 因为那时候台大第一次大四年年开了台湾史 然后我教授其实很希望我好好的做台湾史的研究 然后就没想到我就结婚 然后他就很生气 黄富山教授 他说你这样不行 那你要不要来做一个义工 那那时候台大有个西田社 台大教授组的西田社不带习基金会 那我就好好好 我想说起码跟我所学还有一点点关联 对 然后我就去 那第一次第一天去帮那个老艺人录 那时候是录剧本 我就碰到李天璐先生 所以命中注定 对 真的 就碰阿公了 然后我就自己搞不清楚状况 跟他录音录了三个月之后 我就觉得他的故事太有趣了 那我就历史系毕业 他身上几乎就是一部近代史 我说说阿公 那我们来写回忆录好不好 他说好啊 你知道他那时候 为什么写回忆录 答应要写回忆录 是因为他们家其实入罪 都是入罪 所以他们三代四代的男生都不同姓 所以他常常他都人家搞不清楚 为什么他们是父子的姓 就是爷爷他 然后小孩都不同姓 现在存下来不是还有两只吗 大家有点相较劲的感觉 他就说好那来写吧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写了四年 因为根本不知道这个功臣那么浩大 他那时候开始演戏梦人生了没 拍了没 他那时候刚拍 没有戏梦人生 我这个书完了才拍戏梦人生 他那时候就拍了 侯少贤导演很多部戏 他就已经开始红了 戏梦人生出完之后 当然是更红了 然后就这样子误打误撞 就写了这个书 然后那个书出的那天 就是1991年 所以我书里面讲说那一年 是我的人生的一个很大的选择 我就开了珠宝店的 所以那时候如果不是去开那个珠宝店 也许我会继续在写作这条路上 写作是跟电影 对 所以我才会觉得这个人生的路真的很特别 你就是因为了结婚 然后就把你拉到了另外一条路上去 否则的话呢 曾药文除了那个时候呢 帮李天璐写那个剧本之外 你那个时候还有一首诗是陈明璋 把它谱成歌 那个是金曲奖 那是另外一 金曲奖 那是金曲奖 因为是陈明璋的歌 歌词 对 你来念完好了 我觉得这首诗 你要戴起你的老花眼睛 我的那个眼睛损害的太厉害了 这首歌词 其实是为了我的母校三峡国小 一百周年写的 特别写的 阿嬷的霍山是一顿花 开到的春夏秋冬的世纪 每一个红红的露花时 怕我们的心苦淡沟沟 好棒哦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I like you inside I like radio 好 回到蓝轩时间 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珠宝诗人 曾药文来聊天 我们聊的是他最近三十周年的 这个珠宝的设计回物展 也聊了他这本书叫做五十七加一的钻石人生 打磨出自己最好的样子 所以对于郁文来说 现在应该是一个最好的样子的 不管走过千山万水 走过什么样子的一个困难磨难 但是现在看起来都开出了很漂亮的花朵 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 阿嬷的霍山是一顿花 对我觉得这个意象本身就很美 而且用台语诗的方式去写他 你是为母校啊 为什么那时候会替母校写诗 那时候那个三峡国小一百周年嘛 那我的小学音乐老师跑来找我说 叫我要帮学校写首歌这样子 我说 那个时候你在做什么 已经在做珠宝设计了吗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觉得说 我要用什么的方式来写我的 从小长大的三峡这样子 后来我就想到了 其实三峡是一个人情味很浓的小镇嘛 夏天是不是都会下那个西北雨嘛 对 然后阿嬷呢 就很多小孩子都不愿意带伞带雨衣嘛 所以阿嬷就会送伞来学校嘛 有 常常有这种景象 对更美的一个意象就是说 那阿嬷路上一路上就会 邻居的伞也会拖他 所以他就会带了很多的伞到校门口来接 各家的孙子 然后都知道这个是谁家的雨伞 这是谁家的小孩 然后你就会看到在那个校门口 那个雨伞一朵一朵打开 就像一朵一朵的花在开一样 所以我是用这个意象来写我 记忆中的母校 所以就是说文学啦 诗啦 艺术这种东西 其实它是可以转换的 然后它变成一个艺术品的时候 它可以永远被大家这样子留下来 所以我在做创作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 我们需要这样的东西 对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 虽然你因为结婚的关系 就把你从原本可能会走的一个创作啦 文学啦 甚至可能跟电影有关这个部分 拉到了珠宝 但是其实它也并没有被浪费掉 它被你带进了这个珠宝设计 所以我想这是为什么你的珠宝设计 变得比较独特的原因嘛 因为其实你也会替你的每一件作品 去可能写一首诗 配文 那其实就让它变得更有一些 属于个人的风格了 对不对 对 所以像57加1的这个当时这个书 我本来要出的时候是要写跟设计有关的一些心法 因为很多人会问我这相关的东西嘛 可是出版社就觉得说这样很可惜 太小众了 他因为那个他们大概知道一些我的故事 就觉得说应该要转换 所以呢 这本书现在是在 我去找了两家那个书店 都是放在大众心理学 大众心理学OK 因为它变成是女性立志书了 那事实上呢 OK 对因为钻石它原型的这种标准的 它会有57的一个颗面 真的吗 是57个 真的 我以为更多呢 没有57个 现在当然也有新的车法 但我们的是意思是说 一般来说标准就是57个面 但是有些钻石 它可能某种原因 它要保留在它的肩底会多一个面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不管你是57或57加1那个面 你永远要保持你自己最真实那个面 做你自己 那找到那一面就找到自信了这样子 所以当时就是这个书的来由是这样子的 那当然刚好跟年纪相同是巧合了 那我是觉得说像钻石几千 就几亿年到几千万年 然后它来到这个我们的面前 然后它要熬得过高温高压 之后你要得到这个所谓的完美的比例 你又要懂得割舍 然后最后还要打磨 它才会发亮发光 就跟我们的人生其实是一样的一个过程 对啊对啊 尤其我觉得你刚刚讲的 比如说经过一些磨练 磨练这个东西是外在的 你不会自己去找 不见得会自己去找到那些那么多苦来吃了 但是割舍这件事情是属于自己的 我觉得当我们讲到说钻石的切面 你要割掉什么切掉什么 然后你看起来好像是浪费 但是它可能更因此而有了它独特的美 或者说因此有它的更好的设计的价值 就是跟人一样 所以我觉得人要割舍这件事情 超自在极有点难 很难 它钻石最漂亮的那次就是它的光 那它每一道光进到钻石 它要可以折射或反射回来的时候 就是它要算好所有的桌面 跟每一个地方的比例 所以呢你为了要求得这个比例 你当然就要舍呀 就是说你要keep住这个最好完美的状态下 你就要舍嘛 所以刚刚我们前面那段聊到的时候 我我在那样的状况下 我割舍掉我赚钱的机会 我休息的时间 工作的机会 跟小孩子相处的时间 我就花了半点时间去读那个GIA 我如果那时候不是下定决心 可能我觉得这辈子都不会了 都不会了 对不对 真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重要的 但一路走来 我觉得也要需要 接下来就是你要让它去发光 你要找到自信的那一面 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像到现在的你 我觉得当中就是不管对于珠宝设计 对你自己的人生 包括跟你再婚 对于文的老公是我的 以前在这里的好朋友 我觉得你们的关系 我觉得都充满了自信 就充满了自信跟自在 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很棒 也是要经过 要走过一段 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余裕 对啊 对啊 余裕这个两个字 也是我很希望跟朋友们分享的 就不管是金钱或时间或空间 像我跟阿易 我们两个都在婚 然后我们两个都做创作 然后我事情又很忙很琐碎 然后我们其实也都有各自的家人 本来的家人跟家庭 那我跟他再婚的时候 我的三个女人都是teenage 然后我的女儿很可爱 我其实一直觉得我们家女儿 我很庆幸的是他们EQ情商很高 那时候就说妈妈你要再婚没关系 我们就你开心 我们也很开心 但是我们希望保持原来的生活状态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讲好 我们结婚不同居 然后各自保持本来的状态 那我就说把我们两个是从文友 然后后来变成恋人 然后变成夫妻 对不对 可是我们把我们的关系再往前推 保持在恋人状态 给彼此更大的空间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就在一起可能就有一些什么 柴米油盐酱煮茶 有一些什么起床气 有一些坏习惯 什么之类的 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一定要到够成熟的两个个体 才可以这样子去谈到说 用这样的关系来维持彼此之间的 等于是第二人生的婚姻 对不对 对 不是每一对夫妻都适合 或者是说 像年轻的新婚的夫妻是不可能的 但我们的状况比较不一样 可是我觉得也是一个某一种参考的案例 对我觉得是很棒的 而且我很喜欢郁文 在这本书里面写到这篇余裕的感觉 就是人到最终 就是当你时间也可以自己充分掌握的时候 多一点时间给自己 当你金钱也可以理财 然后也够了 不用那么辛苦赚 留一点给自己花 或是又花在一个你比较觉得值得的地方 同样的对感情 你也有余裕 然后对待自己也有余裕 那时候感觉的状态就是那种充容了 对 我们休息一下回到现场 好回到来一期时间 继续回到现场邀请到的珠宝诗人曾玉文来聊天 我们聊到的是这个玉文的人生 也聊到了他的珠宝设计 我们现在要聊的就是这个设计这边 其实你有好几个系列 像比如刚刚讲人间四月天打响了这个系列 因为那个时候刚好这个电视剧正在红 那虽然你比较早期的对不对 但是你中间有一个就是林徽英 你用不同的人的角色去帮他们设计 因为你不是讲说每一年都会给自己一个主题 因为像替自己出考题一样 那人间四月天也是替徐志摩 陆小曼 林徽英 还有他的张又怡 对张又怡 那各自去设计了一个珠宝 每一款也每一款各自的故事 但是像林徽英那一款 是真的很漂亮 而且他还搭了一个林徽英的诗 对对对对 对啊我觉得很好玩 我这次有很多东西是借展回来的 然后我就发觉 文青都会去许康 大家问文青款 你真的会互相相信 所以你问到的就是文青款 因为文青款里面呢 玉文配了一首诗 是林徽英的诗叫做花景边境 光是听这个诗本身就很美啊 对啊 新乐派的诗很美 因为他们的诗都会有一点点 像画一样大自然的意境在里面 然后他们的诗也非常强调 新乐派的诗很强调 是很适合朗诵吟唱出来的 所以我自己本来就也很喜欢 所以我就用了很多 那个时候的风格的诗 还有我自己的诗 还有那个时候的那些人的故事 所以我觉得那东西是完全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的 真的 尤其他那句话 那一天你要看到林乱的花影 那便是我私闯入当年的边境 你就看到这个玉文的作品 看起来就是一个花影的感觉 但是花为什么会有影呢 因为有月光 所以你就用了这个是贝壳 打造出一个像是上弦月一样的感觉 非常的温润的颜色 那就配上了这个就像花一样的 这个是玛瑙吗 那是火蛋白石 火蛋白石 对 OK 所以这个整个的形体有实体有镂空 那颜色也非常的温润很棒 所以刚刚讲到火蛋白石 你不断的强调说你很喜欢蛋白石 我也是看到你的作品才第一次那么认识 认真的去认识蛋白石 蛋白石好漂亮 怎么那么多无法预期的色彩 对因为它本身的结构的问题 所以它光线进去之后 它里面是圆形的一粒一的分子 然后它光线进去之后 它会产生一种叫扰射 扰乱的扰 然后它再回来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是七彩的光 所以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宝石 那这种现象叫做play 就游戏的play 然后翻成油彩 游戏的油彩色的彩 所以每一颗蛋白石 你都可以在不同的光线 不同的角度 看到它不同的颜色 跟那个火光 器材的火光 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 反正我就是对这个宝石 特别的着迷 所以我就会到处去找 不一样的这些蛋白石 所以这次的巴黎系列当中 几件大的piece 其实主食都是蛋白石 郁文的巴黎系列也很精彩 中间有几个看起来 你之前有过创作像饭骨的画也有 像蒙内的画也有 对对 这次的那一间墨内的睡脸 它真的就是如果听众朋友 去过那个菊原美术馆 可以看到它墨内有两间的画室 是立体的嘛 椭圆形的那个房间 这次那个蛋白石几乎就是跟墨内的画一模一样 那它是天然的 所以就觉得太太神奇了吧 还是很奇妙 之前那件作品饭骨的星空也是 它那块蛋白石就是像饭骨的画一样 所以很美很美的 所以我就觉得说宝石的世界是 特别特别的吸引人 然后千变万化 所以对于我来说了 他们说我的珠宝是疗愈的嘛 我觉得其实我是最被疗愈的 因为你自己做了就疗愈了 但我觉得也很好玩 就是说你会愿意去挑战一些别人 觉得比较难去掌握的宝石 或者比较高难度的宝石 所以这也是一种 就是说你会跟宝石对话 再一个就是你会去设想 穿戴他的人 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 他适合想什么样的宝石 我觉得自己很好玩 我有个正三角形 我自己的原则 就是说宝石 第一个你要发挥宝石的特色 我比较重视这个 不是说我拼命想很多的配石 或钻石上去 那第二个呢 就是佩戴了这个人的特色 我觉得设计师有自己特色很正常 是应该的 但是如果尤其现在很多私人定制 比如说蓝学院我就会帮你想 什么东西是最适合你的 那第三个顶点呢 就是工艺 我的工厂 我的师傅的工艺也很要紧 东西戴起来要很舒服 你起码不要张牙舞爪的 你每天就是担心 他会刮到你 那个东西对我来说 我觉得不OK 他一定是你最好的贴身又贴心的朋友 所以我这三个点 我是都很在意的 对啊 我觉得这个做久了以后 我会觉得说做珠宝设计 好像有点像是要会看人 这你要会去算命 什么样的人 适合什么样的珠宝 我觉得这件事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对不对 那你觉得像我适合什么样的珠宝 你可能很喜欢就是运动 一定要帮你设计 给你戴起来很顺的 很舒服的东西 所以可能对于你来说 你那个项链坠子是最适合你的 然后很利落的 然后最好那个是一个Y字链 还可以控制一下长短 那有时候你去party的时候拿下篮 你知道在手上面就变成手链了 OK 当场考试这样子 对啊 就很好玩对不对 OK好 所以呢 如果说呢 对一文这个作品有兴趣的话呢 其实你们最近有一些对谈 对不对 我跟那个李清之教授 我们两个在12月19号 在那个森大清廟有一场很有意思 因为我们两个喜欢旅行 然后他教设计 我做设计 所以就是旅行设计生活美学 大家有兴趣的话就赶快去报名 OK下礼拜六嘛 OK好 今天非常谢谢 因为我们到我们的现场来 聊你的钻石人生 谢谢 谢谢